隐身在大道城的慈圣宫妈祖庙 曾经生活鼎盛一时 也是过往大道城一带 与当时来往商旅门的信仰中心 慈圣宫妈祖庙建于青铜治三年 西元1864年 自古以来庙口就是人群的集散地 自然这里也不例外了 因此在大道城最繁华的时候 你可以想见 这里人来人往相当热闹的景象 虽然现在事过境迁了 大道城的经济地位已经不在 庙口也少了西来人往 但却多了一份享和的宁静 在妈祖庙的碑牌坊下的人们 相较于以往的匆匆忙忙 现在更多了一份看尽世事的悠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转型匠嗣逛